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 有提到这个礼记学计 教学法 其中有一条 当即可之位时 这是即时教育法 上个礼拜是端午节 不知道 诸位老师运用这个节日 运用的如何 有没有什么心得 小朋友有没有什么反馈 给老师的 因为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这个端午节过了 再提起来 有一点怪怪的 有一点刻意 但是刚好这个时节一提 小朋友觉得很感兴趣 这个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这八个字老上晚年 多次提起 那我们自己回想人生 有没有 比较遗憾 后悔的 事情 那可能就是 没有掌握 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了 那当然 我们经一世 长一智 我们曾经有 没有珍惜的缘分 那我们就期许自己 这样的前光 不要再往后的人生 再发生了 吃一欠了 长一智了 那这个就是 我们说学佛 佛是觉 我们是用觉性 来经营人生 上一次我们也有提到 我们学习 比方一个 流明轻史的圣泽人 我们学完之后 这个主人翁的精神 就跟我们的身心 融为一体 那像屈原 屈原写的文章 路漫漫 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所 那屈原这种 爱国爱民主的精神 有没有跟我们 身心融在一起 我们希望 能够启发孩子的善根 感动孩子 首先我们讲的故事 得先感动自己 那这样的故事 传递出来的能量 是不一样的 有口无心讲故事 跟心心相应 来讲一个圣泽人的故事 那那个能量场 应该是不同的了 那屈原这个精神 对于我们走在学习弘扬传统文化的路上 这个精神是挺重要的 代表我们 纵使遇到挑战困难 不能退缩 要上下求所 就像孔子说 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 这些圣泽人 真的是留取担心 到照汉前 那我们自己 所说所作啊 能不能留在我们学生的心中啊 那这个就是留取担心 照汉前啊 照在 这些 年轻学子的心中啊 假如 你遇到一个大学生啊 他都 谈话里提到啊 我们老实说 我们老实说啊 那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请教他 你们老实说是什么时候的老实啊 假如这个 学生是说 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实说的 那代表这个小学老实的话 对他生命的影响啊 很深啊 很远啊 那我们 师长啊 曾经有 教导到啊 我们今天要弘扬 出世法 也要懂 世间法 出世法是了托 生死轮回啊 但是也不能不懂世间法 就像我们 这几节课 探讨 第子规 入则孝 出则涕 接下来是井 这属于啊 为人子之理啊 怎么跟父母应对 进退啊 相处 到了井 那就更多 生活上的规范 那 诸位忍者 不知道 大家一提到 要学礼 马上升起来的 感受是什么 又要来宽我了 又要来要求我了 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感受了 那当然 假如 我们教的学生 他们一听到里会觉得 又要来宽我 要求我了 那可能我们当父母老师的 可能要反思一下来 我记得 应该是 05还是06年的时候 去了 马来西亚 吉达州 有办了一堂课 当时候遇到一位 孔子的后代 一位女士 那因为我们上课主要内容是弟子归 结果他 以前没学过 当他 读着这些经文 很有感受 后来下课 他有跟陈德提到了 他说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本书 但是 我读这些句子 我就想到我父母 我的这些长辈 在我成长过程中 他们的这些行为 尤其是身教 所以他读起来很亲切 他没有感觉 又是来要求我的了 所以师长曾经有讲过 这个弟子归不是要求孩子做的 弟子归是我们当父母 长辈的人做给孩子看的 那我们感受感受 假如是我们父母长辈做给孩子看的 哇 那这个德光 德行的光芒 就 触动孩子的善根 他不止不会有压力 不会反感 他会感动 他会进而效法 所以感觉我们现在 修学 尤其身为长辈的话 要放下这个控制要求的念头 这个太关键了 这个太关键了 因为最近啊 刚好跟同学们在交流 四书 而四书呢 有李秉兰老师教诲 有徐行明老师教导 强调清明 是用自己的明明德去清明 比方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这大学提醒了 治天子以治一树人 医世皆以修身为本 所以要把下一代教好 不是一直去讲道理给下一代听 是自己要先修身 要正极 所以大学这句话不能侥幸 不能划过 治天子以治一树人 医世皆以修身为本 这个包含每个行业 甚至是每个身份角色 本分 其本乱和末制者 佛语 末是什么 齐家是末 本是什么 自己的修身 我们都左眼在 要教孩子 没有左眼在 我有没有带着情绪跟他讲话 没有察觉到了 然后我们还在那里 我都是为他好 他咋都这么没善根 怎么检讨呢 都没有检讨到问题的根源 所以我们这几节课也一直在跟大家探讨 我们要经一世长一致啊 到底这件事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都搞不清楚 我们怎么长一致啊 我们怎么避免下次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呢 大家有没有经验呢 每一次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讲话 我都提醒 不能动情绪 不能动情绪 怎么讲着讲着我又火又上来了呢 你看同样的问题 一而再再而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 那只会 对人生产生 面对静缘有无力感 我们应该是经一世长一致啊 越来 越懂得把事情处理好啊 把话讲妥当啊 才对啊 所以主旨这家歌颜说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我们人生发生的事啊 我们得透过经典呢 总结总结 问题出在哪儿 不然好像也挺努力的 效果啊 不是很尽如人意啊 所以这一段话 修身为本 其本乱和末制者 佛语 不大可能 其所 厚者薄 就是应该下功夫比较 深的地方 反而没下 其所薄者厚 比较不用下那么大功夫的 反而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为之有也 那代表 这个事可能就不理想了 办不好啦 就像我们 冷静 在父子关系 在师生关系当中 我们检查检查 我花在讲人的时间多 还是花在我自己 提升修身的 功夫比较多呢 修身是本哦 齐家教学 是末哦 那这样来思考啊 我们的 本末先后啊 才不会颠倒啊 那跟一般的大众啊 我们讲修身为本啊 但是我们都是学 圣教的人啊 我们要引出大学另外一句话了 欲修其身者 先振其心 欲振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智其之 智之再格物 哦 那我们修行呢 要以格物为本啊 格物用佛家的话叫 熄灭贪嗔痴啊 这是格物啊 那奇怪为什么大学要说 以修身为本呢 因为啊 要能看自己的念头那么细的 一般都是要 深入经典的人啊 他才能认知到什么这么深啊 你一般老百姓啊 农民啊 你跟他讲 放下起心动念 他有时候一听有点 所以 你看古圣先王啊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啊 体恤人心啊 非常的细致啊 比方李不下树人 李为什么没有下到要求一般百姓啊 因为一般的百姓农民比较多啊 农民每天干什么 这个早晨出去了 傍晚回来了 身上啊 可能还很多土啊 所以你这个李的规范太多了 他不知所措了 他的生活当中主要是跟大地为伍了 你一般士大夫 那他 他 在生活当中啊 细节给他多一些要求 这个没有问题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 所以 这个 我们 读 古人 这些教诲啊 也要多去体会 古人的心呢 木贤当木齐心啊 从心去学起 虽然 我们有教育孩子之责 但是古人说啊 有七不责啊 什么时候 不要教训他 你看这个心就很柔软了 吃饭了 不要责备了 影响他的 消化了 他已经觉得很惭愧了 不要再责备他了 不然可能他的信心啊 都摧毁掉了 要睡觉前 不要折啊 他带着那种 不好的情绪睡觉啊 可能噩梦连连了 你看这每一条 我们学到没有 我们真的从这其中学到了 就会用在哪里啊 用在哪 用在一切时候 在对待学生 甚至是对待他人 我们就会去考虑他的状态了 所以礼记学记说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事啊 你都没有了解他的心情 你也没有了解他的接受度 只是想着我一定今天要把这些道理都给他讲了 那可能他的眼神都已经反感了 我们还继续讲 其实是适得其反的 我们常常说我就是忍不住啊 你忍不住就是情绪啊 有情绪的时候不要教孩子啊 有情绪的时候要想着格物啊 熄灭称啊 所以 等于 我们扮演好我们的角色啊 还要以格物为本啊 智智在格物啊 物格而后智智 我们能调伏烦恼了 烦恼清智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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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最小的就是念头 再大一点 来了一个人 来了一件事 来了就要什么 你就要硬他 比方说来了一个学生 他之前犯错了 来了我们马上起一个念头 想到他以前的错 产生一种刻板印象 那假如我们自知 那这个就是有觉察 知识认识 知是穷尽 我们看自己的念头 看得很深入 从心缘引微处 默默昔迪亚 看到什么 我这个念头 对他有成见了 事情都过去了 因为我对他有成见 就是戴着有色的眼镜 看这个学生 那我的心是有成见的 他也能感受到 这样的互动关系 那是一种方向 假如他犯错了 我观察到 我要把这个念头放下 然后我就放下以后 我要真诚对待他 这就是诚意 我们错误的念头没有关照到 没有放下 人就不诚了 一念不生 视为诚了 我们有这些成见了 真诚度就大大减少了 假如我们能调伏 这些念头 成见了 我们还是很真诚的眼神 看着这个孩子 跟他说话 这个孩子 假如比较敏感 他就会觉得 我之前这样 好像老师 对我没看法 老师还是很真诚对我 他可能就感动了 我们很真诚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感受感受 当我们念着佛 念了两个小时 刚好接到一通电话 跟他讲话 都觉得自己挺柔软的 念佛 这个鸿鸣正章自信 念了两个小时 这个心柔软不少了 刚好接起电话来 这个用心 都比较慈悲了 这叫振心 所以这个 这个传统文化 内圣外望的学问 内圣是本 外望是末 我们功夫是要用在 格志成正 这些内功 外望是修其之品 是清明 明明德是格志成正 两纲八木 子于至善是明明德跟清明都能做彻底 这是子于至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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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势力 人情势力 都没有概念 那做出来的事会让人家 提笑皆非 比方 今天我是讲课的人 我到了人家的道场讲课 我就要尊重人家的道场 尊重负责人 而不是我想讲什么 我通通快快来讲 这个老和尚有没有教啊 有啊 老和尚说 他到了圣医法师的道场 禅宗的道场 老和尚那时候钻红净土 可是到人家的道场 赞叹禅宗啊 其实 人情势力最核心的就是 设身处地 体恤人心 他核心点在这里 虽然人情势力 好像事项当中很多 但他最核心的精神在这里 啊 李老曾经说过啊 学佛啊 就是学人情势力啊 言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前面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媳妇啊 跟婆婆讲话 讲得太直接了 效果不好啊 讲话是 要 含蓄啊 记太近了 话不要一下讲近了 点到为止啊 要委婉 记太直 要仪式 记太真 你说 我告诉你啦 你不听我的 你会完蛋的啦 你讲了 你真的会完蛋的啦 你看 这听起来 什么感受啊 你假如说 哎呀 你假如不注意这些 可能会有状况 你再思考思考 考虑考虑 大家看哪个接受度高 哎 哎 哎 我这个人讲话就这么直啊 你说这个 讲话是要 站在对方的角度啊 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啊 首先要要求对方 你要接受我的直啊 我就这么直啊 我们假如没有读过啊 这些隔岩别路啊 无走遗归啊 有时候也不懂啊 也没有注意到啊 所以开卷有益啊 当然 你不是去 打开那些沙道荧帽的书啊 是打开 正知正见的书 尤其是 老法师强调的书 我们时间有限啊 该看的书太多了 都没时间看啊 不过还是有时间看抖音 所以 人生重在取舍啊 把这些时间省一省啊 那还是可以 读不少书的啊 所以李老这个话是讲的 很严肃的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啊 是佛呆子啊 是书呆子啊 会伤天害理的啊 我们怎么学正法 学到伤天害理去啊 学到坏事去啦 把事情给搞砸了 所以 这个我们都遇过啊 讲课的人 这个 指理废事啦 所以我们现在修学最难的 难什么 不产生执着点 这样才是经刚经说的 应无所助 一有执着点呢 这个心就会偏 尤其那个执着静来啦 谁讲都不听啊 比方 我们今天讲课了 就执着 老师上说 尊重老师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 老师说你们啊 要不要亲自来接 要不啊 要租一辆计程车来接 表示尊重 其实说实在的 讲课的人这么讲的话 已经怪怪的 讲课的人最重要的心境是什么 终述之道 无道一以贯之啊 我们今天要讲鲁家的教会啊 鲁家所有的教会 贯在哪两个字啊 中树 树是什么 如其心推己及人 我们先要替他设想 是吧 你有上班啊 方不方便啊 而不是马上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 道理就压过来了 人能宏道啊 我们讲学的人的心境跟 中树相应的叫宏道啊 不是在台上讲的天花烂醉 下了台人情势力也不知道 哦 那造成这个听的人都觉得 what happened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呢 哦 这个我举的历史都不是想出来 都是真实的啊 结果呢 他一讲又讲 讲两个月啊 下次人家不敢要他来啦 哦 这信众赚钱也不容易啊 也是血汗钱啊 哦 还有 讲课在台上 会长啊 会长啊 你太吝啬了啊 老和尚说越湿越多啊 那送东西怎么送那么一点点啊 哇 这个人情势力都不懂啊 你到人家的地方 那会长是主人 你首先要树立人家主人的威性吧 啊 就好像今天 你到人家家里吃饭 他的孩子都在 你会说 你会对着他 他的孩子说 哎 你爸真差劲啊 哇 那你这 那你可能 下一次人家不可能再约你去啦 哦 哦 所以这些 体恤人心啊 什么时候教啊 大学再来教 来不及啊 你看以前的人 为什么十八岁可以做现场 哇 那么多百姓耶 他得照顾啊 哦 所以老和尚 常说一句话 能齐家啊 就能治国啊 以前的家是什么概念啊 少则七八十人 多则两三百人 他在里面都在学习啊 孝者所以 是君也啊 替者所以 是长也啊 持者所以 始众也啊 因为 治家 跟治国的理啊 它是相通的 哎 他一笑做宗啊 哎 他懂得尊敬家里的长辈了 他去做现场的时候 他一看到长辈 他那个心境就上来了 啊 慈 慈 慈爱 死众啊 重视民众啊 百姓啊 死呢 你要给百姓派工作 因为有一些公共工程呢 需要百姓的力量协助 使民已实啊 使民已实啊 你要考虑到百姓现在是不是农忙啊 啊 因为以前是农业国啊 假如今天 比方说今天 刚好是二十四节气 刚好这个节气就是要 播种的 啊 这个节气就是要插秧的 你插一天啊 可能他的收成就有很大的影响了 那些农忙的时节啊 可不能把百姓找去工作啊 你可能让他的家里以后陷入没有饭吃啊 所以你哪怕是一国之军啊 你都要在这些地方替百姓作响 那我们假如这一句使民已实啊 拉回来我们现在再教学 我们对自己的学生讲 这个某某同学啊 你现在有空吗 老师有有有 我们从这句话当中传递了什么 传递了对孩子的着想 传递了对他的尊重 假如我们是比较着急的 哎 某某呢 赶快过来 哇 那他刚好真的在忙个什么事 后来有点缓不过神来了 那你说我们在教育孩子什么时候啊 在我们跟他的应对进退当中啊 我们的心境我们的言语都在影响他 所以这个师长提到啊 世间法还是要懂 介绍了三套书 所以诸位忍者 我们时间不够用了啊 好多书要看啊 有时间的多看 然后把看的重点 告诉我们 那刚好陈德最近啊 在学习诗书 有一点体会啊 在供养大家 我们互相如切如搓 如琢如磨 四套书里面 第一啊 诗书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第二呢 五种宜归 我们这段时间啊 这个赵小龙老师 也有跟大家分享课程 春学旧语 里面应该也都有影一些 五种宜归的例子 教诲 老和尚曾经有说过啊 五种宜归呢 跟群书制药的分量 平等 我是后来看了 五种宜归啊 觉得老上这句话 一点呢 没错 哇 那个群书制药治国呢 成就贞观之治呢 但是五种宜归没有了 等于是根呢 渣不稳啊 五种宜归 养症 绍成若天性啊 习惯成自然 第二 迅俗 风俗啊 潜移默化 影响着每个人 我们一想到小时候的情境 什么情境 什么情境 哪一家煮了好吃的 端到邻居 家里 你看那种氛围啊 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啊 说很小气啊 比较难 自己家里有好吃的 来来赶快端去给 谁谁谁 哪个叔叔哪个阿姨 这就是一种社会的风气了 哪一家有喜事了 一起去帮忙 善事也是一样 哇那现在 假如住在大都市里面啊 连对面的人姓啥不知道 这种社会的情况啊 啊 哦 当然了 有心的人啊 在目前的现实状况啊 都能有应对的方法 啊 这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啊 不然也说啊 没办法了 那是把责任全部推到境界上面去了 啊 有佛法就有办法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行人啊 这是迅速 第三呢 娇女一归 天下之安慰 女人家超之一大半 李秉莱老师说了 一个人的成就 人格的成就啊 一个家庭的成就 女子占百分之六十 男子半占百分之四十 哦 不是说男子没有责任啊 也是很有责任的 啊 但是毕竟啊 三岁看大 啊 从因缘法来观察事物 啊 一个孩子出生三岁以前接触谁最多啊 我看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妈妈了 那受妈妈胎教三岁以前生教的影响最大了 哦 还有从政宜归啊 父母官啊 他影响这一方的风气啊 这个在历史当中啊 很多啊 啊 啊 有一个人叫文翁 啊 他是炉江 书臣的人 啊 同臣派啊 啊 炉江 汤匙 啊 还有 这个 书书臣 啊 同臣 书臣 炉江 这三个地方 啊 这个是江西啊 啊 这个是 安徽书臣 他被派到啊 四川当官 可是他很重视教育啊 他把 比较 基层的官员 送到北京 国子间去读书 培养他们 哦 又把当地官员的小孩啊 啊 着急来 念书 啊 念圣贤书啊 然后自己啊 啊 他当当地很高的官呢 他出去办事的时候啊 带着 啊 这些年轻的官员 或者是官员的小孩 哎 手把手带他们啊 哎 这些基层官员从北京回来 哎 学了很多 四书五经这些 唯正之道了 哦 后来当地啊 政治办得很好 哦 连北京啊 他们送的学生呢 都觉得素质很好啊 哦 都很欢喜 他们把官员送的送来 静修啊 读书啊 一个人的力量啊 不会小哦 哦 虚空非大 兴亡为大 金刚非奸 愿力最艰难 五种宜归的作者 程鸿某先生 这个是雍正时期的大臣 他去世之后一百多年了 他曾经在江西当官 后来一百多年后啊 这个官员去上任 感叹了 说成功 程鸿某先生一百多年前在这里 回官了 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 这个地方还深深受他的影响 啊 哦 所以我们 这个 假如是当 学校干部啊 当校长啊 哦 很可能你把爱情用在 教育上啊 有可能这个地方都受你的影响 甚至你影响他两代人 啊 哦 重振宜归 在官法基路 啊 很多这种 为为官 清廉爱国 后代非常好 啊 击善之家必有余庆了 嗯 展现出来 啊 这第二套书呢 四书五种宜归 啊 第三呢 啊 啊 啊 是 啊 这个书是 通鉴玉兰吧 就是 给 皇帝看的这些历史 因为有时候啊 二十五十啊 或者多少史 这个分量大 给皇帝看 啊 甚至皇帝还会什么 下一些批注 啊 其实读历史是蛮重要的 啊 读经啊 让我们明理 读史啊 啊 让我们呢 让我们呢 能体会到 这些圣则人 他在每个朝代啊 他怎么把四十五经啊 用在 齐家 啊 啊 历史里面 谈这些人物啊 会谈到他怎么 齐家的 啊 会谈到他怎么 围观的 啊 那就看到他们怎么用在家庭 用在事业当中 啊 用心去看呢 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啊 啊 啊 那个 啊 比方举一个 例子 王诞 哦 那 这个王诞 当宰相的时间呢 在宋朝算最长的了 那 当时候是宋真宗 在位 好 结果 这个 王诞呢 都赞叹扩准 扩准呢 都批评王诞 结果这个宋真宗呢 听多了 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 他就跟王诞说了 清啊 你都赞叹扩准了 扩准都打你小报告啊 好 哎 结果扩准说了 皇上啊 我当宰相那么多年啊 这个 不妥的地方很多啊 所以 王诞是卫国啊 所以他把我这些不足啊 挑出来了 啊 大家想一想啊 扩准以后听到这番话会怎么样啊 好 这些圣哲人是 他做到让对方自然感动 或者自然生惭愧啊 不是讲道理让他生惭愧的 那后面还有发生事情啊 这个扩准后来到了书密院呢 王诞在中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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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这个中书 送了 这个文件呢 到了书密院 啊 啊 再承给皇帝嘛 啊 结果呢 格式啊 不妥 这个扩准啊 马上拿去禀报皇上 啊 皇上训斥啊 哎 不对 后来啊 啊 这个书密院呢 送文书啊 到中 中书 中书去了 哇 这个中 中书底下的 官员一看 哎 这个 格式不对 哇 马上 终于让我逮到你的辫子了啊 啊 赶紧上报 王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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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他送回书密院 让他们改一改 再乘上来 哎 不是好啊 终于让我等到了 人家王诞 度量大 哎 哦 所以这个 大学里面 心广体盘呢 哎 心量广大 身体就会 哎 看起来 比较有福报向 嗯 哦 所以 这个 啊 我好像喊要胖起来 已经喊了 两三年了啊 啊 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啊 啊 还是要君子物本 啊 本还在扩宽行量 哈哈 本不再多 吃多一点 嗯 这个明理还是很重要啊 哎 最近比较有研究大学啊 啊 心广体盘啊 终于找到根本问题了 哦 所以每天要回向啊 老老上说 回向叫扩宽行量 哈哈 哦 哎 总要有用方法来扩 扩宽行量啊 那这个 后来又发生了 扩主呢 啊 刚好 从一个工作啊 卸下任务了 啊 正等待下一个安排啊 他居然跑去跟王诞说啊 你推荐我 做宰相吧 啊 可能这个扩宽 也是很直的人啊 呵 哦 结果王诞说啊 这个 哎 将相这样的位置 不能是 要求来的 那扩宽当然 不是很欢喜的 就走了 哦 后来过了几年了 这个王诞呢 走了 哎 哎 这个扩准呢 哎 刚好 皇帝啊 安排他的那个职位啊 跟宰相位差不多了 哇 他就去谢皇上啊 哎呀 皇上恩 恩恩德啊 结果皇帝跟他说呢 是王诞推荐你的 哦 我想扣 我想啊 扣准最后 他当宰相当的挺不错的哦 我想不会 少了 王诞给他的感动 哦 哦 所以为什么 这个宋朝能出这么多好的文人 甚至是好的宰相 他最开始这几个宰相的榜样做的 太好了 那后世这些文人都以他们为榜样 王诞 王真 所以难怪现在姓王的人口占九千万 哦 我有仔细去观察过 现在人口最多的姓啊 要不是皇帝的这些历朝历代当皇帝的后代 要不就是宰相的后代 明宰相的后代 因为他利益的人群多 积的福德厚 都没有偶然的哦 这个王诞的故事啊 在最后 这个德语课本后面 引了什么呢 引了他跟家里人怎么相处 家里人呢 没看过他生气啊 所以啊 有一天 端东西 吃饭时间呢 结果就在 王诞的饭里面 在他的根 根汤里面 放了点脏东西 结果啊 王诞呢 就一直吃饭 人家问 人家问 你今天怎么不喝点根呢 今天不想喝 哦 又隔了 隔了一天 隔了隔了几天吧 又再试了 哦 哎 把脏东西放在饭 啊 这王诞 今天不想吃饭 给我点粥吧 哦 哦 那个涵养 不骂人 哦 哦 好 哦 这是老和尚啊 推荐啊 三本书 好 那 啊 啊 诸位忍者啊 假如大家看这三套书啊 啊 有什么 觉得特别好的内容啊 或者特别有感悟啊 这个都都可以供养出来哦 啊 老和尚有说啊 啊 啊 这个修行啊 是养成好习惯 哦 哦 所以要把 法布施啊 啊 变成习惯 哦 那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聪明智慧提升啊 那你要修阴才能得果啊 哦 当然 我跟大家共勉了 要把法布施变成习惯哦 但是大家不要又产生执着点啊 哇 这见到人就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 人家都快翻白眼了 你还继续讲 这个又 这个出现执着点了 讲 也要时机成熟的时候讲 你话不投机啊 半句多啊 变反效果了 让人觉得烦了哦 哦 好 哦 那跟大家提到啊 我们修学最难的是不出现执着点 哦 那 那 学习呢 在论语当中指导我们 日知其所无 月无忘其所能 我们以前没学习过的 好好来学习 日知其所无啊 月无忘其所能 我们已经学习过的 除非你把它 吃透了 那在心田 那在心田呢 不然也要常常复习啊 不然啊 就还给老师啊 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比方说 老上 这一段开示啊 哎 我以前听过 结果打开来听啊 感觉 好像像 没听过一样 哎 哎 那这 这个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现在的学习啊 听一次啊 能留下百分之二十的 印象啊 算不简单啊 得要多听几次啊 才能深入啊 当然可能有 也还是有人过目不忘啊 这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 应该是说 以我的程度来讲 这样比较不会得罪人 我可能听一遍呢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而已啦 嗯 哦 那 我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啊 老上在一些 重要的法会 发表 谈话 那些开示都很重要 你看 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那应该是老上已经观察到啊 一些 状况问题了 呃 赶紧提醒我们了 不能好心办了坏事了 哦 在18年 香港清明记组啊 有提到 善学佛法 与传统文化 这个善志很重要啊 不善呢 越学越分别执着就麻烦了 这个 这是18年啊 讲的哦 而 在这个内容当中啊 啊 师长啊 比方我给大家 举一个 例子 老二章说 善言善行啊 举道 佛弟子有四条重要的戒 不办国主 不做国贼 不落国税 不犯国字 哎 哎 这条不容易啊 我们假如常喜欢发牢骚啊 很可能 就会棒 这些 领袖啊 干部啊 官员呢 我们学佛学理智 我们今天所做的 要对他 对人民有帮助 你批评多了 让人民都没信心了 这有什么帮助啊 你说他真的有错 真的有错 你要用能够提醒到他的方法吗 不然我们还是情绪用事啊 你假如还没有门道 那你可以念佛回向给他 你诚心以念佛的功德 都是善用我们的心 养好我们这一颗真心啊 学佛就是用真心啊 而且这四条仲介啊 我们佛弟子给表演给 没学佛的人看啊 司长那时候就说了 这四条没有做好就不善行了 有人问我 还尘绕佛活动是否如法 我告诉大家不如法 为什么不如法 你违背国家的法律就不如法了 国家法律明文规定 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 不得以从事集体宗教活动 你还搞浩浩荡荡的还尘绕佛 那违反了法律了 你为什么跟政府作对呢 那这个是大不敬了 你看一冲动了都没有顾及到这些戒律了 后来还有发现了 在高速公路当中念了 念的时候排一排啊 还放着老法师念佛的声音了 那这不是献老人家于不义吗 你说现在还有没有这些现象啊 所以这些要多提醒啊 要多讲啊 真的是不是讲一次就够了 我们现在还是挺容易冲动的啊 一冲动了脑子一烧啊 考虑不到老和尚教导这些了 像老和尚讲要善思啊 善思维 你才能去明辨 才能去判断 像老和尚提出来了 是依法当中啊 依法不依人 你看这一点老和尚讲几次了 可是我们面对境界还是依人不依法 在末法这一条是太重要了 末法时期啊 邪思说法如横合杀 你没有这个警觉性了 可能就被误导了 老和尚讲我们学佛不是盲目崇拜个人 一定要用理智要依教理为准 我说过 老和尚说了 自己是个凡夫 连出果虚头寒都没达到 所以不能对我盲目崇拜 我赞叹过一些人 你不能说老和尚讲讲讲了 哇 你都没有去判断了 就很激动了 那是因为他们有可取之处 我只赞叹他们那部分的优点 并不是我给他们印证 我从来不给人印证 这是老和尚讲的哦 所以现在 假如网上有谁说 老和尚给我印证什么 那你要小心了 你不要一看又激动就不行了 你说这个人跟老和尚很静啊 别激动 我们接触到老和尚都是成年啊 坦白讲啊 接触到老和尚几次啊 多久啊 没接触以前 二十几年了 三十几年了 四十几年了 接触几次变佛菩萨了 我们都得把这几十年的习气转过来 可是问题是 内有习气外在的财色名利啊 那比一百年前 百倍千倍啊 那个拉力是很大的啊 所以你换一个角度啊 我们这些公众人物 出了一些情况啊 那也 好像我也不能自己说很正常 因为我也算公众人物 这个台阶要别人给 不能自己给台阶 所以我讲到这里有点 顿爹 有点 这个 我们现在是 客观分析啊 不然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 那他跟老和尚这么静啊 那怎么他可以这样呢 那有可能 假如我们 对这一件事无法释怀啊 这件事就会造成心里的 阴影了 障碍了 其实老和尚也都有提醒我们 老和尚说了 跟我十几年 二十几年 在彩色名利面前 过不了关 这不能怪他们 因为啊 他们不是从小学的 我们不是从小学 这根基角度不够 外面彩色名气的 像风一样又 九级风 十级风啊 那他根脚都不够了 当然会被拔起来咯 所以老和尚说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那个意思是说 他错了 一定有他的因缘 在其中 不是偶然的 都有他的客观因素 啊 在里面啊 所以这一些提醒啊 真的 不能忘了 那当然 啊 我们人生啊 会经历过很多事 可是过去的事啊 假如耿耿于怀在心中啊 会影响我们 当下跟未来 真心一法不利 真心一法不利 我们这个心上有过去这些 这个啊 不想谈的事 其实就是我们还没有放下这个事 那会不会影响自己 所以等于我们走过的路啊 佛门讲啊 烦恼及菩提啊 危机及转机啊 悲愤 画悲愤为力量 转念啊 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转得过来 看起来是原谅对方 事实上啊 也是放下自己的烦恼了 治他不饿啊 当然了 假如留在人家心中这个 这个痛苦啊 是自己造成的 那就要自成了 给人家道歉了 那这个时候可不能 你放下嘛 你放下嘛 那这个法就用不对了啊 那是要发自内心 哎呀 是我 是我 智慧不够啊 我这个态度不对 啊 造成了你的伤害了 啊 精神所至啊 精神为开啊 我们真的真诚呢 可能就化掉彼此的 啊 啊 那个隔阂啊 啊 啊 那个坎 啊 那最近啊 啊 刚好啊 也有跟 大家探讨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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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 经历过的事 啊 我们想了还会 痛苦烦恼的 啊 可以用啊 中数二字啊 啊 来转念 啊 啊 应该都转得过去 所以啊 诸位忍者 啊 假如你哪件事啊 用中数转不过啊 可以提出来啊 我们再探讨探讨 啊 因为这个话我已经讲出去了 应该中数都转得过 啊 假如真的有转不过的 那我讲错了 啊 那这个我我得 负责任了啊 啊 所以大家可以 提出来 提醒提醒我 不然下错一个字转语啊 这个是要负因果责任的啊 好 所以师长这里说了 我从来不给人应证了 所以大家要很理智的看待我 我赞叹过的人 不能认为他们一切都是对的 如果他们一再利用我的赞叹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那你就要很小心了 他们很可能是把名利看得太重了 真正学佛人 真正学佛人 真正学传统文化的人 都是很谦虚 怎么会一再利用别人的赞叹来标榜自己呢 太上感恩篇说 不炫己长啊 这个是处事的修养啊 所以从这里啊 就可以看出 这样的人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观察一下 那假如说赞叹啊 那老婆上赞叹刘树云老师算最多的了 你看刘老师讲课的时候 哎呀我没有老婆上讲的这么好啊 人家都是谦虚的 这个也都在表演给我们看啊 我们内行人要看门道啊 要从中体会到啦 好 好 那我们 这个 弟子归啊 上一次我们讲到 出则替罪后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啊 如是兄 那我们学传统文化 其实就是实践大学之道啊 那实践大学之道 革置城镇的内在的功夫啊 接着呢 接着不是是利益社会啊 接着是修身齐家 你修身齐家的过程 你侍奉你的父母 那你会有很多的领悟啊 你就能推己及人啊 所以才是诸父如是父啊 是诸兄如是兄啊 这个诸父诸兄 从什么 从伯伯叔叔啊 诸父啊 包含阿姨啊 婶婶啊 这些都是啊 是诸兄 从唐兄弟姐妹 延伸到 一切人啊 因为 他们也都是人家的孩子啊 也都是人家的兄弟姐妹啊 所以孔子说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人静取辟啊 可谓 人之方也 我们行人 就是 从自身修身齐家 再推己及人 这个赤地啊 不能乱掉了 所以格言 连毙啊 有提到了 静处不能感动啊 未有能及原则啊 小处不能调理 未有能自大则 像我们一起学习这个内悟啊 上一次 皮小棍老师 讲的 其实也是落实地之规啦 自官服有定位啊 房事清 墙必静啊 积暗解彼厌正啊 假如 就像古代那个故事说 你一乌不扫 何以扫天下呢 小处不能调理 不能理顺 未有能自大者 亲者不能连数 你很亲的人 你都不能把他团结起来 未有能格书者 怎么去团结更 关系更远的人呢 一家生理 不能全被 自己的家人都不能照顾好了 未有能安养百姓者 怎么可能更好地去把 这一方的百姓照顾好呢 一家子弟不率规矩 自己的孩子都 不能教得有规矩 未有能教诲他人者 所以这个推演开来啊 还是从修身齐家推演开来的 这个本跟末啊 物有本末啊 事有宗史啊 知所先后 折静道矣啊 这个宗史啊也不能搞错啦 大学提醒我们 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得到什么 得到 让自己跟他人呢 都能提升的方法 比方你在考虑事情呢 这样做好 这样做啊 随缘妙用啊 随着一件事啊 这个缘啊 妙用 用在哪儿 用在透过这件事呢 我自己 德行提升了 心境提升了 在这件事相关的人呢 他们也都有感动了 他们也都有收获了 处理一件事 就是 落实明明的 落实清明 不然道在何处啊 大学之道在哪里啊 在讲的每一句话里面啊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啊 今天我这一句话 控制住情绪了 我就在这个讲话当中提升了 而我没有带情绪的言语出去了 清明啊 利益对方啊 有时候不是言语啊 眼神 我忍住成见了 我的眼神是真诚的 是信任的 我自己提升了 对方接触到这个眼神了 眼泪掉下来受鼓舞了 清明了 所以菩萨道大学之道啊 没有离开我们的 生活工作啊 没有离开我们的一言一行啊 所以老儿上为什么说 学佛要用真心啊 真心就会表现在一言一行当中了 自己受用别人也受用了 这个忠实啊 很重要啊 你没有好的前面 就没有好的后面 就好像 每个人每天都在思虑 都在考虑事情啊 可是没有前面的 定静安 这个考虑不做到啦 这个考虑带情绪啦 这个考虑带对立啦 结果一处理 越胖越忙 所以考虑之前要怎样 静下醒来啊 安下醒来啊 这是道理啊 怎么安呢 念阿弥陀佛 你不念阿弥陀佛 这个心太浮躁啦 这个心情绪浮不下来啊 所以离 讲得再多 讲得再痛 最后落实 怎么落实 六字统色万法 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重要啊 你到底听得很痛快啊 但是你用不上 就好像金刚机我们 读过不少遍啊 心降辅了没有 安了没有 云和阴住啊 阿弥陀佛 住在阿弥陀佛上就对了 这句佛号就是自己的真心啊 常住真心啊 阿是武啊 弥陀是量啊 佛是觉啊 这自性的名号啊 鸿鸣正章自性啊 深深唤醒自己啊 云和阴住 住在南无阿弥陀佛 云和降伏西星 南无阿弥陀佛 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啊 念佛我投于乱星 乱星不得不佛啊 嗯 哦 所以 我们学了 几部经典啊 越决的六字投射办法 太有味道了 哦 你看我们也 跟同学们一起交流过十三夜道经啊 十三夜道经最核心的一句话 作业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不善夹杂 见杂 理上明白了 应该这样 世上呢 怎么让不善夹杂在我的念头里面 那就得念阿弥陀佛啊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啊 所以要 一念一弥陀啊 念念相窜即是佛啊 要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啊 诸位忍者 你们现在佛诸有没有在手上 真的啊 没有个佛诸没有个计数记提醒啊 会忘了念佛啦 一不念佛 忘念就纷飞了 好 哦 那这个 当然啊 大学讲的这个修学的方法 定静安律德前面是什么 知子 所以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发愿啊 止欲至善啊 你看佛门的修学次第 众生无边是愿度 为什么我们修学静静退退 所以菩提心没有发出来啊 发出来没有保持它啊 你那个目标真正明确了 我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 我不能违背这个目标啊 这叫知子啊 我现在讲话是为了明明得清明 我不是为了发牢骚了 有定了 他那个志向不变了 定而后能静啊 心才静得下来了 你定久了 心就静下来了 都往这个目标走 世间五欲六成就不容易干扰你了 不然每天 要吃这个 要玩那个 你心怎么静呢 静了才能安啊 才能安住当下 心常常静不下来 很浮躁啊 这个很难安住当下的 微学第一功夫啊 想得浮躁之气定了 安而后才能律啊 深思熟律啊 正思维啊 律而后啊 能得了 都想到很好的方法 很圆融的方法 很圆融的方法 好 那我们 接下来啊 要再交流这个景 今天时间到了 景这个部分呢 是地址规里面的 内容最多的 内容最多的 景慎 景慎啊 这个慎字怎么写啊 真心啊 左边 一个树心榜 啊 啊 景慎为保家之本啊 啊 景慎 不只是保家啊 也才能保住我们的 法生会命啊 好 你看一开始就提醒了 朝起早 夜免此啊 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不要浪费时间 可不要那个熬夜的人 看到这句话说 你看对啊 夜免此啊 变成借口了 这个不行了 哦 这个都要不能 依亦不依予啊 依文解义 三四佛还冤枉啊 哦 所以大家 呃 这两天一定要复习一次 老和尚讲 善学佛法 与传统文化 哦 不然真的都会 犯了这些问题了 哦 好 多多听几遍 哦 最好啊 隔一段时间都要再复习了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